美人 影蟒 影蟒 影蟲 不就是我 哭 影蟲 我摸這個 不要再自拍了 你從剛喊我每問一個 你就只有回答是吧 你也練一些其他探紙好不好 這是吉貝耍國小每星期一節的 希拉牙語主語課 段洪坤老師可學生們 有說有笑 就像朋友彼此調侃 目的沒有別的 只是希望學生喜歡上希拉牙語課 隨時隨地可以找時間用希拉牙語對話 孩子他在日常生活裡面 家庭裡面其實已經沒在使用了 那可能就是說目前希拉牙語這樣恢復的話 我們比較界定在儀式性的使用 至少能夠讓孩子在學習的場域裡面 或是說在一些固定的場合裡面 他會去講一些簡單的問候語也好 或是一些家庭結構裡面的一些親屬用語 這些東西的話我們希望孩子 能夠在一些重要場合 儀式性的場合裡面去使用 那大人你慢慢把他學回來 吉貝耍國小希拉牙主語課程 對老師及學生都是挑戰 因為除了學校 部落都沒有人使用希拉牙語交談 所以每個禮拜都要重新複習 上星期希拉牙語課程 加深學生印象 當然是不夠啦 這樣子一個禮拜只有一堂課 你看一堂課頂多只有40分鐘 那孩子講完 下個禮拜來 你看上課的時候又晃氣要重新再複習 你平常會用嗎 不會 不會 那你覺得這樣一個禮拜三 一節課 你不會學得起來 一點點 跟英文比起來 英文比較簡單 是喔 會不會是因為你常常去英文 不知道 注意學習環境如此困難 段宏坤老師仍然抱持信心 因為吉貝耍部落 還保有完整的傳統記憶和用語 他認為希拉牙語附贈 不是不可能的任務 以傳統記事用語為地基 歷史資料為磚塊 一塊一塊往上疊 他們希望有一天 能順利將希拉牙語的房子蓋好 讓後代子孫在這塊土地上聽見希拉牙語 接著巴朗台南東山採訪報導 有斯坦的財子 有斯坦的時代 有斯坦的財子 有斯坦的財子